可以看到的画面中 是在高雄爱河的旁边 有民众拍下 许多的鱼是从水里 自己跳上岸来 就在这个岸边的石阶上 民众赶快拿手机来拍下 这个画面 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民众是嘖嘖撑袭 而因为昨天晚上 韩国鱼是回到高雄 来进行授旗仪式 就在爱河旁边的岩城区 也这个影片 让韩粉PO上社团之后 是表示说 韩国鱼回高雄了 所以爱河里的徒子徒孙 纷纷上岸来要一睹龙岩 旁边的许多留言的民众 也是表示 其实这只是鱼群 进入了这一个 荣氧量低的水里面 自己跳上岸的自然现象 不要什么都扯政治 而环保局 在到现场检视之后 也是发了一篇新闻稿 澄清说 这个应该是假消息 因为这两三天巡视的结果 并没有发现 鱼跳上岸的现象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